最小的后琴 不敢说是最小的乐器 应该也差不多 这个口琴 它的名字叫 Little Lady 这个 是德国的制造 应该叫 Hone Whatever 来的时候 带着一个小盒子 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精致 盒子里 这是德国制造 Made in Germany 德国制造 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是我一般 这个 我当做这个 纪念品 存起来 这个呢 我带在脖子上出去 这个也能吹 所以具体的区别 所以说这是德国制造 是原装产品 具体的区别外观上 其实呢 差不多 尺寸基本上是一样 Right 但是呢 这个上面 它并没有写 这个Little Lady 只是写这个Hone 或者什么 有这个字 而且边上写着 Made in China 在边上写着 这个呢 它上面写着 Little Lady 这边是它的 厂牌 All right 这边呢 写着是 Little Lady 这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也能吹 我吹个试试 跟这个比起来 相对的 要难吹一点 这口琴呢 其实你挑的细节时候呢 看它具体 怎么看它的质量好坏呀 也不是质量好坏呀 真材实料 或者是怎么样啊 那价钱 这个几十块钱 这个 七八块钱 American Dollars Right 这个你看 这个 这是 好像不锈钢 然后这边 你看 是红色 红色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然后呢 对比一下细节 这个德国制造原装呢 这边上 有这个花纹 这个中国制造呢 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这个Ring 是这个 铜的这种 然后呢 这个看着就 差一点 差一点 其实呢 具体的到内部构造 它里面的黄片 就是铜的 还有一个呢 它的这个格 这是木质的 这是木质的 这个呢 中国制造呢 这是塑料 就是塑料 木质有木质的好处 塑料有塑料的好处 这个塑料呢 一般来讲呢 不会变形 不会变形 因为口琴在这个吹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这个 嘴里的这些湿度 进去 会影响这个木头 它有这个杖或者缩 所以会影响它这个 不严啊 会有这个气不严的状况 会也许对这个演奏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你要想买质量好一点 保险一点 其实呢 无所谓啊 我还是说 如果说 这个厂家质量 厂家信誉比较好 质量比较过关的话呢 我还是想省事一点呢 选这个塑料的比较好 但是这两个来说啊 这个塑料 这个中国制造的便宜 比较难吹啊 其实这个主要是 是这个什么呢 当做一个装饰品啊 它只有四个格 一个八度 所以说呢 演奏这个非常有局限性啊 但是呢 如果一些简单的曲子 或简单的和弦啊 一四五和弦也能吹出来 无所谓 这也是 都是 都是木根 木根 我很长时间不吹的话 你就在吹的时候呢 你要先给它预热一下 让它湿入进去 然后呢 让它仗一仗啊 有人说这个 信口信买来 在这个 在这个威士忌里面 先泡一下 吹出来比较有味道 你可以试一试 你喜欢喝啤酒 喝在啤酒里 你喜欢这个 茅台 你可以泡在茅台里 试一试 另外 也是啊 Bloose Harp 拿错了 低调的 Pro Harp 因为这个 当时我买的时候 这个 便宜一点 这就是 胶格 这就是胶格的 胶格 可以说锁掉 或者胶格 不是木格 所以说呢 按照个人所需 如果你喜欢的乐器呢 喜欢便于学代的乐器 我一般出去都带上乐器 最少我兜里会穿一个口琴 这个其实呢 主要是一个收藏价值 有个收藏价值 你可以演奏一些简单的乐曲 主要价值是收藏价值 看着比较cute 比较好玩 这个呢 其实呢 你想要这个 带出去 去这个 去show off一下呢 买个便宜的 挂在脖子上 也挺好玩的 对吧